自从济世以来,梅芳从来没像今天这样方过 连人的重生穿越故事明明都是在高考结束时那个金色的夏日 为啥到我这就变成了幼儿园啊,这不就是二十年前了吗 而且刚醒来梅芳就发现自己睡午觉的时候尿了床 被迫在小朋友们面前擦洗身子 这件事确实在幼儿园发生过,也算是梅芳的一段童年阴影 不过毕竟过了这么多年,记忆只有点模糊的残片 原本也没什么心理负担 但像这样清零过去参与体验,还被那么多小孩子围观 简直就是公开处刑,老师本意是想让梅芳记住这个教训 但是这也太影响自己这个未来祖国花朵的身心健康发展了吧 得亏是二十年前,梅芳一边心酸地擦着身子 一边理清当前的状况,总而言之遇到事情不要慌 微笑面对战胜他 2002年啊,这可是21世纪一时的黄金年代 2002年,此时的天朝刚刚加入世贸 准备成为全球化市场里最重要的一个世界工厂 2002年,体制内工作随便分房,房价也便宜得要命 几乎不需要太努力就可以买到 2002年,互联网芳心为爱,三巨头正在迅速崛起 比特币神话还是一段尚未出现的天方夜谭 2002年,华语乐坛金曲不断 未来的天网阿伦才推出了他的第三支唱片X度空间 其中全岛铜和胡腿等金曲依然传唱至今 虽然这个众生节点早得有那么些离谱 但至少未来有了笨头 上辈子他为了挣钱受了多少击 到猝死的最后还在给公司加班赶方案 但这辈子终于可以不用做牛马了 请坐好,坐好了,梅芳,你屁股坐镇 你再傻笑什么啊,尿床了你还很得意是吧 你正该跟小班孩子一起上课 在小朋友们的哄笑声中 梅芳极不情愿地学着其他小朋友一样 双手交拖叠在小桌子前 大辣着脑袋听老师讲课 被挺直,知道了 梅芳环顾四周,几乎没有一张脸是喊得出名字的 他现在的记忆和猝死前几乎无意 关于幼儿园的事情他当然没印象 熬着时间等老师友是出了烫教室 他们这个大班的孩子就开始割完个的 毕竟也在幼儿园待了几年 彼此之间还算和谐 梅芳此时趴在桌子上发呆 这时坐在他一边的团子头女孩扒了八眉芳的胳膊 并向他小声搭话 梅芳,没关系哦 尿床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 我妈妈说我小时候也老尿床 不必太难过 五岁小朋友也有小时候这种说法吗 梅芳不禁哑然是笑 我可没难过 说着他忍不住多打量了女孩几眼 他有着一张白嫩嫩的脸颊和水汪汪的大眼睛 他睫毛尤其长 笑起来还有点肉嘟嘟的小酒窝 嘴巴说话时也是嘟起来的 所以女孩说话奶深奶气 有些可爱 如果在2022年 那一定是同性网红级别的小可爱 长大了也不会难看到哪里去 团子头女孩没有回避梅芳的视线 她也用水汪汪的大眼睛凝视着梅芳 梅芳有些绷不住 不自觉地撇过头去 李莹 我赢了 女孩很高兴 幼稚 谁在跟你玩游戏啊 梅芳正思索着未来的计划 女孩又开始扒拉梅芳的胳膊 这让梅芳感到十分烦躁 一边玩去 怎么老缠着我 烦不烦 梅芳的话语似乎深深打击到了女孩 不一会儿她的眼光便开始泛红 紧接着 她的眼泪像是半了线的珠子 啪啦啦的流 为什么突然不愿意跟我玩了 我没有说你 坏话 呜 也没有笑你尿肠 别不和我玩呜呜 团子头女孩揉着眼睛呜呜个不停 接着便养天长哭 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 引起周围诸多小朋友的围观 我和她在幼儿园关系很好吗 好好好 没有说没有说 我错了我错了 梅芳没料到这丫头是个小哭包 正打算上前安慰的时候 其他的小朋友们又开始起哄 梅芳把夏妍弄哭了 梅芳把夏妍弄哭了 我们去找老师告状 哎我不是 我没有啊 梅芳看着几个打小报告的 好事之徒溜出教室 梅芳身边这个叫做夏妍的小萝莉 梅芳依然哭过不停 无可奈何的梅芳走上前去 轻轻拍着夏妍的肩膀 轻声安抚她道 我没说不跟你玩呀 你不要哭了好不好 我明天给你买 买棒棒糖吃 夏妍的孤身戛染而止 但还是有些受验 真真的吗 真 比珍珠还真 这个年代的小朋友 吃过的零食少 还是很好哄的 只见梅芳伸出手 只敲起一根小拇指 你如果不信的话 咱们拉勾约定好不好 面对梅芳的邀请 夏妍歪着脑袋表现不解 这个时候应该流行了才对吧 梅芳伸手勾缠着夏妍的小指头 左右轻轻晃摇 忽然产生了一种莫名的负罪感 她有点不好意思 就是那个那个 拉勾上吊 一百年 不许变 一百年 不许变 夏妍跟着梅芳一起 喊着轻快的童谣 心情也慢慢平复起来 而就在这时 梅芳感觉身后背狠狠撞了一下 她一个没站稳 当场摔了个脸扑地 撞开梅芳的是一名西瓜头的短发少女 她推开梅芳后就跑到人群里去了 在这个年代很多设施都不完善 现成幼儿园还是水泥地板 梅芳只觉鼻子一阵酸色 起身后立刻鼻血流不止 流鼻血的梅芳吓坏了在场的小朋友们 大家都围过来查看情况 这其中也包括被拉走的夏妍 眼神里满是关切 我来帮忙吧 妈妈教过我怎么止鼻血 你把头养着 养着头指鼻血好像不对吧 但夏妍轻轻拖着梅芳的脑袋 让她昂起头来 然后沾水拍打着梅芳的后补梗 梅芳感觉有些享受就没吐槽 等到老师赶来 结果夏妍替梅芳继续处理状况 一边处理还忍不住一边抱怨 梅芳 怎么老师你闹动静 也不肖停下 这时有小朋友出来为梅芳说话 我看到了 是林有希推的她 林有希 你又在害人 林有希 这个名字好像有点熟悉 梅芳看着老师把站在夏妍身后的 西瓜头短发女孩林有希救出来 林有希静静地站在老师面前 低着头啥也不说 她的衣服脏兮兮的 看上去有些邋遢 是个野丫头 是你推的吗 林有希点点头 为什么推没发啊 林有希不搭理老师 只是低着头 感觉有点不太好交流 林有希 林有希 没方脑海里 林有希的形象门阔逐渐清晰 但是她怎么也没办法 和面前这个粗鲁的丫头联系起来 林有希 这不是高中那个常年全校第一的 超级女学霸的名字吗 原来她和我竟是幼儿园同学面 林有希这个名字 在梅方念书时可不陌生 在高中的任何一个公开场合 都有林有希 作为学生代表上台发言的身影 她作为常年的年纪第一 一直挂在学习之姓名单榜榜单上第一位 因为是在隔壁班 梅方平时总能和林有希碰到 这是为性格非常高冷 散发出一股 深人物近高冷气息的超级女学霸 梅方前世和她一句话都没说过 自然谈不上有什么交集 谁能想到她在幼儿园 竟是这般调皮捣蛋的德行 她那些年究竟都经历了些什么呀 真令人好奇 到了下午四点放学时间 教室外面黑哑哑的 全是来接孩子的家长 他们一个个陆续走进教室 跟老师打完招呼后 便将孩子领回家 梅方一眼就认出了 她那发亮繁茂的老爹梅丽君 除此之外 她的容貌和二十年后 似乎没什么太大变化 只是少了一些皱纹而已 不过今天她又是尿裤子 又是流鼻血的 自然没有直接临走的好事 林有希的家长来得比较晚 也被留了下来 是一位身材瘦削的眼睛男 毕竟林有希今天算是 和梅方产生了点摩擦 还是要稍微知晓下 林有希的爸爸不住地 向梅丽君道歉 态度十分诚恳 林有希虽然被父亲拉着手 但低着头也不说话 这个年代的家长 对孩子的磕磕绊绊绊 习以为常 彼此知会一生就没什么纠纷了 而梅方的老爹梅丽君 甚至上来就给了梅方一记暴力 又在幼儿园尿肠 多大的娃 你老子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哎哎 梅方爸爸 别打了别打了 打孩子干什么 他也不是有意的 李老师在一旁劝 梅方挨揍也不说话 见娃没有像往日 那样一边哭喊一边胡闹 梅丽君顿时觉得索然无味 只好拽着梅方骑摩托车赶回家 仔细一想 除了力气不足 这个五岁年纪的身体 还是有蛮多麻烦的 本以为在家就可以好好休息 回到家后 妈妈向小霞得知梅方的光荣事迹 踢得抄起一下 又把梅方打了一顿 梅丽君看到老婆这么拼命打孩子 顿时劝阻道 我说老婆 差不多可以了 我在教室已经打过一顿 你再这么打 娃会记仇的 怕什么 我可是他亲吗 再说了 他这么小 长大了早就全忘了 忘你妹啊 真的有被这对父母谢道 梅方十分怀疑自己当初是怎么健康长大的 这种原生家庭完全没有阴影 就是真的离谱 与只是有着发量变化的老爹相比 妈妈向小霞看上去则显得变化极大 打屁股的手十分纤细 脸上几乎没什么皱纹 梅方仿佛第一次认识到 自己那个唠叨凡人总是催他相亲的老妈子 原来年轻时还挺漂亮的 岁月无情啊 今天的梅方一改往日的哭闹和任性 爱作也只是随便嚷嚷了几句眉哭 之后一直在默默吃饭 默默看电视 梅丽君吃完饭在沙发上踢牙 看到梅方一直在换台 顿感好奇道 怎么今天不看动画片 你不是最喜欢那个四驱兄弟吗 看腻了 小孩子才看这个 梅方换台换到了体育频道 看到电视台现在正在播放一场足球比赛节目 看着里面的内容 梅方顿时回过神来 哇哇 现在是不是有世界杯比赛 你还关心这个 梅方顿了下后便点点头 这可是我们国家队最了不起的时候 不错 你小子也能懂这些 老爹在梅方的记忆里一直是个铁杆足球迷 经常半夜起来看球 显然他也难以掩饰自己激动的心情 你知道吗 今年咱们足鞋说争取赢一场 拿一封 进一球 真是没出息 因为是第一次进世界杯 这个目标我觉得很合理呀 合理个鬼 这格局也太小了 以咱们在入围赛发挥出来的实力 哥斯拉里加那不是随便踢 人家土鸡今年也是第二次进世界杯 停一下总不过分吧 最多输个桑巴没办法 人家毕竟是足球王国 要尊重一下 梅利君对儿子露出的复杂表情很是不满 你好好听着不行吗 为什么一副不相信你老爹专业预测的表情 爸爸 咱们打个赌 要是咱们国家队出不了线 你就给我一百块钱 梅芳展示了自己作为重生角色的狼子野心 你小孩子要这么多钱干什么 梅利君大怒 都狠狠地敲了梅芳的脑袋 身为天朝男儿 怎么对国家队这么没信心 这可是咱们国足四十四年来第一次进入世界杯 孙小海可是在英超踢球的汉将 咱范大将更是英勇无敌 还有那个谁 那可是咱们东周第一封 毫无疑问 这正是传奇的开始 伟大真诚的第一步 一百块不赌的话 梅芳还不死心 明天比赛对吧 咱们赌第一场舒格斯拉里加 小孩子赌么多钱干嘛 最多跟你赌十块钱的 梅利君想了想 你说了的话 一个月不准买零食和玩具 心吧 梅芳做出勉为其难的表情 心想十块钱换这么多 老爹你可真够黑的 梅芳看了会电视新闻 温习了一下当前的大环境 便被妈妈催着上床睡觉 开始盘算自己的稿钱规划 幼儿园的孩子接送都有家长跟随 出门玩要经过大人同意 而且也只能在小区内的公园 跟附近的小朋友们玩 好在现在已经是六月份 不到一个月暑假 他就会成为小学生 现成的普通家庭小学生 基本都是放养 随便去拿玩 自由度会提高一个档次 那样才能随心所欲的 做自己的事情 不过在深入小学之前 梅芳还有一件 不能错过的事情要去完成 那便是世界杯的竞赛彩票 从二十年后回归的梅芳 可不能错过 这次触手可及的财富密码 第二天早上六点多 梅芳就被家里人 拉起来去上学 今天自己穿衣服 了不起啊仔 像小霞搓了搓梅芳的圆脑袋 有些疑惑到 感觉仔仔昨天尿床之后 仿佛变了一个人 打他的时候也没哭 真是太坚强了 梅丽君点点头 故作深沉的感慨了一句 大概 这就是成长吧 其实梅芳想着再过一段时间 让家里人慢慢习惯 自己的独立自主 索性父母没有怎么怀疑 梅芳发生的变化 一般人也根本想象不到这一层 但是自己也不能太出戏就是了 要表现得像个孩子 坐着老爸的摩托车来到幼儿园门口 梅芳向老爹伸手 老爸 给我一块钱 我要买棒棒糖 爹 圆形毕露 梅丽君皱眉道 你今天表现这么好 果然是为了讨吃的 我不是自己吃 我昨天把夏元弄哭了 今天拿来赔礼道歉 夏元 就是跟咱们住一个小区 住院子那家的女孩 你跟她怎么好上了 你之前不是说不跟女孩子玩的吗 梅丽君掐了掐儿子的脸 你这崽子 是不是现在想通了 又看上她了 梅芳撇开老爹的手 少废话 快点给我钱 怎么跟你老子说话的 梅芳又挨了一记重拳 揍归揍 梅丽君还是领着梅芳在幼儿园门口的小麦 不买了一根五毛钱的草莓味棒棒糖 展示自己作为阿爹的大度 则 本来想着假装自己买把钱存起来的 计划失败 梅芳是幼儿园来得比较早的几个 但夏元和林有希来得更早 他们俩一大早就在位置上做手工玩的样子 原来夏元和林有希是好朋友呀 看上去关系好像不错 梅芳也没凑过去做 不过看到她进了教室 夏元也小跑着靠了过来 梅芳没芳 昨天的事情 我有不对的地方 要向你道歉 道歉 道什么歉 夏元一本正经的说道 妈妈说我总是动不动就哭 这样以后长大了是没人喜欢的 我也要改正我的缺点才行 夏元背着手扭扭捏捏 而后双手伸出来 掌心托着一只千纸鹤 这个是我折的千纸鹤 我想把它送给你 这是只粉色的千纸鹤 千纸鹤的脑袋还被涂红了 看得出来是花了心思的 一想到自己上辈子 好像没有女孩子送过礼物给她 梅芳突然有些感慨 谢 谢谢 还有 林有希昨天推了你一把 她偷偷告诉我说 是自己不小心 所以也想和你道歉 梅芳抬头看了一眼夏元身旁的林有希 她低着头似乎一直在思索 被夏元轻轻碰了碰胳膊才抬头 把东西递给梅芳 抬头轻轻说了一句对不起 而后变快步跑到夏元身后去了 这不是可以好好交流吗 难道在大人面前不好意思吗 没关系没关系 我不建议 前世的大学霸低声下气求我原谅 有种莫名的爽感 梅芳忽然陷入了沉默 我怎么就这么点出息 林有希也是折的千纸鹤不过是蓝色的 有些皱皱巴巴脏兮兮的 明显是反复叠了很多次才成功 梅芳没太在意这个 她想起口袋里的东西 将棒棒糖递到夏元手里 对了 这是昨天答应你的 给你棒棒糖 你居然还记得 我都忘了 夏元接过梅芳的棒棒糖 一副欢呼雀跃的模样 这不是拉过勾吗 一旁的林有希静静地看着棒棒糖 仿佛在思索着什么 那既然大家都和好了 我们现在又可以做好朋友了 好朋友 什么时候 夏元没有注意到梅芳的疑惑 她只是一把拉起梅芳的手 脸上两个小梨窝出现 浮现出朝阳般灿烂的微笑 梅芳梅芳 昨天那个拉勾勾 我们可以再做一次吗 我是无所谓 你这次要约定什么 夏元伸出了右手小拇指 一把勾在梅芳的小指上 勾勾缠缠着 拉着梅芳到林有希面前 林有希 你也来吧 梅芳从林有希的目光里 读出了一丝不情愿 但还是老老实实跟了过来 果然 她只是在好朋友的请求下 被迫营业 说起来 昨天她推我 会不会也是因为看到 我和夏元关系好在吃素呀 这么一想 忽然就觉得有点可爱啊 哈哈哈哈 三位小朋友的小手指勾缠在一起 接着夏元说出了她的愿望 从今往后 我们都不可以再吵架了 要一直一直做好朋友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感受着指尖传来的语温 梅芳忽然有些莫名的一男平 前世的她一直母胎单身到工作猝死 她以为自己从来没有被女孩子在意过 但这个夏元好像蛮喜欢我的样子 虽说只是小孩子了 根据梅芳老爹的说法 自己以前一向只跟男生玩 夏元虽然跟自己一个小区 并且很是亲近她 但她俩实际上也没有更加热络 而且梅芳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搬过家 也许就是在那个时候彻底失去联络的 也就是说 这个本可以和自己关系更进一步 成为更为亲密的青梅竹马 当年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就那样不知不觉错过了 当然了 人生路上由于各种原因而错过的人 何止几时上白 只是现在梅芳有着成年人的思维和经验 一旦遇见命定之人 绝不会就这样错过 至于夏元的话 虽然是个张口闭口 就是妈妈说妈妈说的乖乖女小哭包 但也蛮可爱的哈哈 嗯 未来可气 得了棒棒糖之后 夏元一直在桌子上摆弄着 丝毫没有打算吃掉的意思 梅芳看着有点不耐烦 说到棒棒糖怎么这么开心 校门口不就有的卖 梅芳挑眉 夏元低声道 妈妈说这是垃圾食品 让我不要吃 吃多了会和肚子含一样满嘴蛀牙 那样就不好看了 原来不是因为吃的少 是不让吃啊 那你还这么开心干什么 因为你是第一次送我礼物呀 夏元显得兴奋不已 我真的 真的 好开心 还是吃了吧 不吃就浪费了 梅芳心说这可是她花了真正五毛钱买的 多宝贵的启动资金啊 夏元摇摇头 认真说道 我打算留到很饿很饿的时候再吃 很饿很饿是什么概念 很饿很饿就是 梅芳 你和夏元在了吗 会了会了 梅芳点头 那你告诉我 这里七个苹果 加上五个苹果 一共是多少个苹果 底下的小朋友们 有的已经在掰手指头算 只有梅芳不紧不慢的昂着脑袋 说出了正确答案 十二 老师的脸上闪过一丝惊讶之色 他前阵子才开始教十以内的加减法 现在快毕业了 实在没事做 才跑来教两位数的加减法 那八加十三呢 梅芳挠了挠头 装出一副思索的样子 过了几秒后给出答案 二十一 好厉害 虽然不知道对不对 但梅芳志在必得的表情 已经让小朋友们自发的鼓起掌来 梅芳会那么多加法 和小学生一样厉害 好厉害 据我估计 梅芳起码有了小学二年级 不对 小学三年级的水平 我哥哥上三年级还不会算这个 那是你哥哥有问题吧 喂 哪有三年级不会加减法的 这孩子一定是从我哥会 知识俱乐部里培训出来的 李老师退了退眼镜 露出疑惑的神色 梅芳 你是不是报了哪里的心算班 没有呀 我家里的堂姐教我的 梅芳她还没考虑去建立神童人设 毕竟这种人设没有持续发展潜力 她也不能保证她不会像重用那样 被财迷心窍的老爸梅里君 拉去到处参加节目赚出场费 就算以后成绩好 也要遵守课堂纪律 不然等上了小学 你这么皮可是要挨板子的 小的不 知道了 李老师 梅芳一时心血来潮 忘了带入自己的幼儿园小朋友身份 不过这种装笔实在是没什么体验 以后还是不干这事了 期盼的国足首秀已经到来 6月4日这天 天朝国足将对阵哥斯拉里加 这一年国人对世界杯的关注度前所未有 即便是幼儿园的小孩子都在学校观看实况直播 为国家队欢呼喝彩加油 比赛精彩程度姑且不论 气氛还是很拉满的 但因为知晓胜负的关系 梅芳全称无言 他在饶有兴致的观察一旁带入其中的小朋友们 比较有意思的发现是 即便是夏圆这样似乎和足球不沾边的小丫头 竟然也因为国足输球在那哭唧唧 而另外几个小男生因为逆反心理 给哥斯拉里加喊了几句加油 结果就被李老师训了一顿 丢到墙脚伐站去了 看得出来老师也气得要命 但拿小孩子出气未免任性了些 不过原来国足还有这么被人爱着的一段时间 布莱2002年亲自体验 真是感受不到 谁能想到 20年后的国足 居然能让那位范大将军喊出脸都不要了这种话 郁闷的气氛一直煎熬到下午放学 来接孩子的家长们脸色沉闷 空气依然凝重 梅丽君出现实脸也拉得老长 梅芳注意到他的头上还有一块欲青 梅芳寻思自己这老爹还真是个铁杆球迷 输个球赛都能气得撞强 总不能是为了打赌输钱不爽吧 十块钱至于吗 梅芳是个聪明人 他跟着一言不发的梅丽君坐摩托车回家 等到家以后 梅丽君才终于忍不住吐槽 今天比赛你们看了吧 他奶奶的哥斯拉里加黑角 要不是孙小海商退 打乱咪卢的战术安排 怎么可能输这么惨 梅芳点点头 老八 李老师说胜败奶兵家常识 咱们不计 争取国足下场比赛拿出好成绩 下场打桑巴 您肯定是没指望了 三个球以内咱就不算输 梅丽君一开始情绪还比较低落 后面越琢磨越是兴奋 你说 要是咱能进桑巴一个球的话 那国足这次就算没出现 这次也值了 梅芳满脸震惊地看着老爹的歪歪 感觉和他们生活在平行世界 这种对国足的迷之自信 到底是怎么熏陶出来的 强忍不耐烦的情绪敷衍了老八几句后 梅芳借机提出自己的诉求 对了 老八 上次咱们打赌那事 打赌 打什么赌 梅丽君皱眉道 你一个小屁孩 在幼儿园跟人赌钱了 问 老八 你说话放屁是吧 你说舒哥斯拉里加就给我十块钱的 你小孩子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你要买什么 我给你买啊 血压上来了 卑鄙的成年人 梅芳也只能摆出 卑鄙的熊孩子架势撒扑身手 我不管 我就要十块钱 老八你说话不算数 你是狗吧 那你是狗崽子 梅丽君一把将梅芳抱起 在空中转了几圈又放下来 晚上跟你妈一起带你去商场玩 吃鸡腿 就当是补偿了 梅芳抓了抓晕乎乎的脑袋 想了想接话道 我不去商场玩 我就是想买彩票 世界杯这么久难得一次 我就想你带我玩一下 那的彩票 错过实在是太可惜了 哈 原来你是想买彩票啊 梅芳继续说道 爸爸 你看我都猜中了 这场比赛的结果 不瞒您说 其实我有超能力 能预测未来 让我选一张吧 说不定我们家以后 就飞黄藤达了呢 梅芳本意是打算 自己偷偷去买彩票 私吞这笔巨款留待他有 但后面才想起 就算中了大奖 他自己也领不了 得去省会城市那边 只能指望老爸带牢 梅芳在那 费口水费了许久 摸了梅丽君 护而露出悲伤的笑容 他在儿子的面前 掏了掏裤兜 他的两个兜里 十分干净整洁 连一个子儿都没有 你以为我不想买彩票吗 我这不是没钱吗 你的私房钱呢 别说了 就是这个私房钱 害我受罪 今天刚送你去上学 后面就被他 发现藏的私房钱 把我这个月嫌钱都断了 说着梅丽君充儿子 指了指自己 而上的郁青 这就是被你的好妈妈给打的 看来 老爸 你也是不容易呀 梅芳向自己的倒霉 老爹表达了强烈的同情 本来按照梅芳的预案 就算老爸不愿给钱 只要给这个男人 带鸡顶高帽 加上他本身对足球的热爱 总能把他骗去买彩票 现在既然老爸 失去利用价值 妈妈向小霞 又是油言不尽 绝对不允许 家里人沾赌博的习信 梅芳只能另寻他罚 当然 他也确实留了一招后手 梅芳从爸爸那里 打听到夏元家的住址 嚷嚷着下楼 去找夏元玩去了 虽然梅芳和夏元 住在同一小区 但两家人的房型 却完全不同 梅芳家是比较常见的 而夏元家 则是单门独院的二层小楼 规格有点像日式的一户建 梅芳站在大门门口 在外面便听到 屋内传来了悠扬的钢琴声 这个年代家里 买得起钢琴的人家 看来是个大小姐啊 梅芳点起脚尖 按了下夏元家的门铃 不一会儿 门铃那边传出温柔的 成年女性声音 你好 请问你找谁呀 咦 怎么没人在 是夏元妈妈吗 梅芳连忙朝着夏元家的 可是电话疯狂挥手 阿姨你好 我是夏元在幼儿园的同学梅芳 也是住这栋小区的 梅芳 我常听圆圆提起你哦 你是来找她玩的吗 可以吗 梅芳努力摆出一副 纯真无邪的声音 我和夏元约好了 今天一起去小区的 儿童乐园那边玩 圆圆的钢琴课快练完了 你要不要先进来等一下 我给你开门 哼 梅芳话音刚握 院子里的大门就自动缓缓打开 梅芳顺着道路往前没走几步 夏元的妈妈开门迎接 温和的向梅芳打招呼 夏元的妈妈散发着 一股知性的大家闺秀气质 柔顺长发贴在一侧 淡雅的妆容下 一双眼不流转的清澈眼眸 格外亲人心脾 仿佛春日的满羊 阿姨好 没想到夏元妈妈 是这么漂亮的大美人 梅芳显得有些局促 不过 总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她 好有礼貌的孩子呀 快进来坐吧 梅芳跟着夏元妈妈来到客厅 此时便能在家里 听到楼上钢琴的声音 悠扬的琴声婉转入耳 有流水般轻柔的浪漫旋律 令人不自觉沉醉于快乐的氛围中 见梅芳听得入迷 夏元妈妈忍不住好奇 你喜欢这首曲子吗 因为前世工作的关系 梅芳对音乐有些研究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现在弹的曲子 应该是门德尔松的春智歌 真厉害 喜欢音乐的男孩子可不多见 怪不得圆圆老对我说起你 你先看电视 阿姨去给你倒杯果汁 谢谢阿姨 夏元家客厅的装潢相当有格调 无不暗示着夏元家的英识 得亏是白梅县这样的小县城 没什么贵族学校 不然她估计根本没有和夏元 一起上幼儿人的机会 等待夏元上完钢琴课的时间 梅芳陪着夏元妈妈 有的没的聊了一阵 夏元妈妈明显对梅芳 有着相当浓厚的兴趣 梅芳也很高兴 看来自己的得体谈吐 与陈淑稳重 博得了这位阿姨的诸多好感 等到钢琴声见解停止 楼梯上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爷爷 你朋友在等着和你一起出去玩呢 爷爷 梅芳 你怎么来了 夏元歪着脑袋表示疑惑 来找你玩呀 梅芳提醒道 放学的时候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呀 我都差点忘了 我今天还有钢琴课 真对不起 夏元说着便望向妈妈道 妈妈 我可以跟梅芳去儿童乐园玩吗 我们不会到处乱跑的 可以呀 但记得不要跟陌生人说话 与 夏元说着便取了她的胯包 拽着梅芳往屋外跑 我们赶紧去玩吧 记得换鞋呀 你这孩子 怎么一说到去玩 整个人就毛毛躁躁的 因为是第一次和小朋友 在幼儿园以外的地方玩耍 夏元显得十分开心 都不自觉地哼起了二哥 对了夏元 你都跟你妈妈说了 关于我的什么呀 梅芳故作平静 我稍微 有那么一点点好奇 这小丫头这么喜欢我 一定在妈妈面前说了什么 以后要做我的新娘 之类的羞耻的话 不然她妈妈 不可能对我这么感兴趣 明显是丈母娘 沈氏女婿的口吻吗 我想想啊 我说了 你尿床的事情 在大家面前 光着身子洗屁股的事情 还有 梅芳小脸一红 立刻斥责夏元道 这些事是可以到处乱说的吗 你长不着脑子 我 我只是跟我妈妈说呀 夏元显得委屈巴巴 你那么凶干什么吗 还骂人 啊啊啊 现在梅芳真恨不得 找个地洞钻进去 以后跟你妈妈说起我的时候 能不能多聊聊我晒气的一面 今天你算数很厉害的事情 我也跟妈妈说了 你还真是什么都跟妈妈说啊 妈妈说 遇到开心不开心的事情 都可以跟周围的人分享 这样就会收获更多快乐 但就算这样 我们也该有自己的小秘密才对哦 梅芳微笑着盯着 夏元腰间的粉色小包包 比如说 只有你和我才知道的小秘密 只有我和你知道的 夏元有些兴奋 是什么秘密呀 梅芳说着便伸手道 你先借我十块钱 我就把这个秘密分享给你 好呀 但是你要记得还我 那必须 梅芳拍了拍胸脯 我爸从小教导 我做人耀眼而有幸 绝对不能欠钱不还 夏元平时出门 都随身带着一个粉色的包包 自从得知包里 装着不少零用钱后 就一直被梅芳惦记着 夏元翻弄着小钱包 将一张十块钱的钞票交给梅芳 给你了 可以分享给我你的小秘密了吗 先别急 先跟我走这边 梅芳拉着夏元 就往小区门口去 这让夏元有些害怕 我们不是要去 儿童乐园的滑梯那边玩吗 那里有什么好玩的 我们马上就要成为小学生了 难道不应该去 更刺激的地方冒险吗 可是 我答应了妈妈说 不会到处乱跑的 夏元低着头绕拨着手指 你不告诉妈妈 我不告诉你妈妈 你妈妈不就不知道了 没方错到夏元身边 继续劝说道 这就成了只有我们 才知道的小秘密 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哦 小秘密 小秘密 正如儿科里传上的那样 我有一个小秘密 就不告诉你 就不告诉你 夏元自济世起 就一直是父母眼中 乖巧懂事的好孩子 从没想过对父母隐瞒些什么 因此 在面对梅芳所提出的 新奇体验诱惑下 夏元几乎没什么抵抗能力 最终还是轻轻地点了点头 梅芳领着夏元 偷偷钻出小区 去了小区门口开设的 一家祖彩店面 老板一看到小孩子 进来就凶了他们 去去去 小孩子来这种地方干什么 出去 见祖彩店老板凶神恶杀 夏元夏意识地 就躲在了梅芳身后 死死地抓着梅芳的后背 梅芳则显得很是落落大方 叔叔好 我是帮我爸爸刨腿 买足彩票的 刨腿啊 小县城零几年的 规章管理十分松懈 大人们也喜欢 支持小孩子刨腿 像什么买烟买彩票 都是尝试 顺带给点五毛钱刨腿费 反正要是真中奖了 这么小的孩子 又不可能自己来对奖 于是老板询问道 那赶紧买吧 买什么 我爸想买四强彩 现在还有卖吗 敢巧 今天是四强票的最后一天 你爸爸告诉你 选那几个队伍了吗 说了说了 我记得住 2002年的足彩 发行了不少玩法 其中最简单直白的是 16强大比拼 8强和4强竞裁 16强大比拼 其实是胜负彩的集合 聚赛淘汰赛阶段 所有比赛 90分钟内的胜负瓶 全部猜中就能获得一等奖 这个奖金高达200万 不过这个中奖几率 就概率学而言 便是三分之一的16四方 这已经是个 无限接近零的数字了 8强竞裁玩法 只需要竞裁 晋级8强的足球队伍 当年这个奖项 只设定了一等奖 投注金额高达1.25亿 但是全国居然 没有一个人中奖 原因就是黑马评出 其中一支球队 只有1%的支持率 注意8强竞裁 是从32支队伍里 选出8强 而不是16选8 错一个就无法获奖 中奖概率也是相当的低 对于没方而言 他唯一能聚裁 也还记得的就是 02年的四强队伍 冠军选桑巴 亚军德邦 冀军土鸡 电军棒子 你确定你爸爸 选的是这四支队伍吗 没记错吧 打票了可就不能换咯 没方对店老板点点头 我爸爸说的就是这四个 我记得清清楚楚 那你可别反悔 下多少注 一注两块钱 五注 全买一样的 给你 没方从店老板手上 要来了购买的彩票 期间下缘一直拉着他的一脚 好了 可以走了吗 可以了可以了 走吧 没方心满意足的拿到了 自己重生后的财富密码 只是下缘显得很不高兴 没方你真坏 你借我的钱 原来是为了买这个东西呀 你还跟刚才那个叔叔撒谎 说是帮爸爸跑腿 我没撒谎啊 我本来就是帮我爸爸跑腿的 没方吐舌 那你爸爸怎么不给你钱来 我爸爸没有钱 钱都在妈妈那 后面会还你钱的 大人怎么可能没有钱 我才不信 下缘鼓着塞帮子一副 很不爽的样子 没方想了想也觉得 骗了他有点不好意思 好了好了 办完事情了 现在可以一起去冒险了 你说的冒险 难道不是刚才那个吗 下缘歪头不解 那只是顺便跑腿 没方抹了抹鼻子 从现在开始 咱们才叫做真正的冒险 听了没方这话 家缘原本气脑而皱起的 眉头这才舒展开来 嘟起的小嘴也微微上扬 我 我们 去哪里呀 跟我来 没方领着下缘在街上转悠 他想着这种小孩子 肯定没自己一个人逛过街 随便逛一圈回小区就可以了 虽然是经常和父母 一起牵手走过的街道 但下缘对周围的一切 都充满了好奇心 这个年纪的小孩子 有很多想去尝试的东西 父母却总是以不安全为由拦着他 宠物店橱窗里的猫猫 河川上的古旧石桥 喧闹繁华的街道集市 约是到了人多的地方 下缘就把没方的一脚拽得更紧 下缘走步一慢 差点没把没方的衣服撕烂 这没用力做什么 下缘支支吾吾的解释道 要是你突然不见了 我不就走丢了 没方想了想 那你拉着我的手呀 就不要拽一脚了 哼 下缘攥紧了没方的手 掌心传递的温度 顿时让他觉得安心了许多 闹市的镜头 有一个卖棉花糖的小贩 下缘在这里停下了脚步 眼巴巴的看着棉花糖老板 现场制作棉花糖 周围的小朋友们围成了一圈 上面大叔售价两元一根 你想吃这个 下缘点点头 但是 我妈妈从来不给我买 这也不能买 那也不能买 你活得多累呀 你的钱包那么多钱 到底可以买什么东西 文具和贴纸之类的 眉方叹了口气道 可惜我没有钱 要是我有钱 我肯定请你吃棉花糖 嗯 这样吧 我有钱 我可以先借给你 你再给我买 眉方看着这个傻乎乎的女孩 从她的包包里掏出两枚硬币 然后交到自己手里 一副满满期待的样子 叔叔 要跟棉花糖 眉方将买到的棉花糖递给下缘 推 我请你的 谢谢你 不过棉花糖这么大 我一个人都吃不完 我们一起吃吧 我不用 你自己吃 夏元尝了一口棉花糖 立刻便被这入口即化的口感所震撼 一舔就化了 好厉害 好好吃哦 你喜欢就好 虽然是有钱人家的孩子 但还只是没见过世面的小女孩 夏元把心思全放在吃棉花糖上 另一只手还在被眉方拉着 不出意外的 她因为脸上黏着许多棉花糖 吃成了花脸小毛 此后夏元一直哭嘻嘻 担心被妈妈发现 等到眉方带她回到小区内的洗手台 洗了把脸 这才让她消停下来 眼见夕阳西沉 吹烟鸟鸟 小区内已经能够闻得 见家家户户的家常饭香 夏元和眉方坐在小区里的 一处长凳上休息 夏元正用手帕擦脸 眉方沐浴在黄昏的夕阳下 六月的温度还指刚刚好 小区外操着一口方言的小吃 叫慢身有远即进 恍如隔世的感觉悠然而生 眉方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 享受此刻的宁静 已经多久没有经历过 这么悠哉悠闲的时光了 等眉方睁开眼时 发现夏元单手拖着腮 一脸好奇地盯着她看 眉方 你在想什么呀 眉方直言不讳 我在想 今后怎么才能赚大钱 夏元顿时鼓起脸颊 你的梦想也太无聊了吧 那你长大想做什么 我呀 夏元思索了一阵达道 将来 我想和我妈妈一样 当一名小学老师 原来你妈妈是老师呀 为什么想做这行 以眉方对夏元的了解 她以为小天使性格的夏元会说什么 要做无私奉献的园丁燃烧自己 照亮别人之类的话 不过 夏元的回答却让梅方感到十分意外 因为 当老师有很多假期呀 星期六 星期天 暑假 昂假 中秋节 元旦 下班还特别早 我妈妈就是这样的 好轻松呀 嗯 不得不说 小孩子的想法还真是纯粹 梅方轻轻敲了敲夏元的头 你打我干什么吗 虽然一副委屈的样子 但夏元并没有真的哭出来 你说想当老师 结果还不是想着贪玩 等一下嘛 我还没说完呢 夏元兴致勃勃地讲述着自己的未来规划 而且 当老师的话 就可以一辈子都和孩子们相处 我们一起去交友 我只会布置一点点作业 还有啊 梅方从未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像这样 倾听着小孩子畅谈她的人生理想 奇怪的是 她却没有一点不耐烦的感觉 两个孩子就这样聊着天 大多数时候都是夏元在说 梅方偶尔插一句 聊着聊着夏元的倦意逐渐袭来 说话都有些口齿不清 当梅方准备询问她要不要回家时 夏元一头栽倒在了梅方的肩上 已经累得睡着了 梅方没有急着马上叫醒她 而是维持着这样的姿态 经过了一些时间 吹着立下时 惬意舒爽的晚风 梅方思索着 也许在那遥远的前世 夏元也曾和自己有过这样一段纯真的时光 而那段时光已经在岁月的喜沙下 已经被她全然忘却 但无论它是不是真实发生的过去 它总归是正在发生的现在 而现在的她 一定会好好去珍惜 我请不吝点赞观看